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2年的1月21号 星期五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今天呢 是农历的腊月十九 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多礼拜就要过年了 不知道你家里今年的年夜饭打算怎么吃 近些年来各大饭店 年夜饭一桌难求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多个地方倡导就地过年的趋势之下 今年的年夜饭市场也有了新变化 饭店预定年夜饭不是最火爆的 今年的年夜饭CV该留给预制菜了 根据中国经济网的数据 今年半成品年夜菜的销量同比增长了四倍 年夜饭礼盒的销量同比增长两倍 近200个商家品牌超过5000家的线下门店参与其中 从连锁餐厅到消费者家里的厨房 国内的预制菜市场近些年有哪些变化 现如今的各种预制菜产品 能够帮我们实现一整桌丰盛的年夜饭吗 国内预制菜市场还有哪些问题期待解决 我们在几条商业科技动态之后和你一起来了解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新冠疫情的最新消息 截止到1月19号的24时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的数据 全国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66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 北京、天津、河南和广东四省份 本土病例43例 从15号通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以来 北京已经累计报告9例阳性 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的态势 新增感染者涉及海淀、朝阳、丰台和防山区 感染者轨迹更是扩展到顺义区、通州区等 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株也都有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 北京、深圳出现的感染奥密克戎病例 都与来自北美的国际快递有关 近日不少的深圳市民反映 在收到入境快递之后健康码变黄了 深圳12345热线客服回应 如果因为收到境外快递健康码变黄 需要48小时之内进行核酸检测 并且在7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根据疫情形式调整防疫政策 随着奥密克戎病例数开始下降 英国《卫报》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三表示 从下周起英格兰将会放宽 针对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 不再要求佩戴口罩和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居家工作的建议也将被撤销 此外3月24号之后 阳性病例自我隔离的法律要求将终止 而在美国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拜登政府将会在下周通过药店和社区卫生中心 向公众分发4亿个免费N95口罩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字节跳动的最新消息 根据财新报道 1月18号字节跳动战略与投资部解散 原站头部负责人赵鹏源等5人 转去总裁办负责公司的整体战略 战略与投资部的部分人员转去业务线做战略 其余人员裁员 财务投资线人员大部分被裁掉 字节跳动相关负责人对财新回应表示 公司年初对业务进行盘点和分析 决定加强业务聚焦 减小协同性低的投资 将投资战略部员工分散到各个业务条线中 加强战略研究职能和业务的配合 另外根据财新的报道 目前腾讯投资部的投资标的中也进行了调整 主要方向分为两类 一是与主业相关的标的 二是国家支持和倡导的领域 去年的12月23号腾讯宣布减持对京东的投资 放弃在京东的战略股东地位 持股比例从原来的17%骤减到2.3% 今年的1月4号腾讯发出公告表示 减持新加坡东海集团的部分股票 并且大幅放弃自身在东海的投票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月19号 阿里巴巴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由原来的直接持股优酷信息技术 变为现在的间接持股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京东和Shopify的合作 1月18号京东集团宣布 与Shopify达成战略合作 成为Shopify在中国首个战略合作伙伴 Shopify是一家来自于加拿大的一站式商务平台 主要是为在线零售商提供SaaS服务 包括为电商卖家提供搭建网站的技术和模板 订单追踪 自动化库存管理等基础功能 以及支付市场营销 运输和客户服务工具等等 在全球175个国家拥有超过170万的客户 根据财新报道 京东和Shopify具体合作 主要包括中国商家出海和海外商家入华两个方面 对于Shopify来说 与京东合作有利于增加本地化服务能力 拓展中国市场 京东则能够利用Shopify的商户资源 补充供应链加码国际业务 2021年京东已经相继在英国 德国 荷兰中东等地设立保税仓 其中超过一半为自动化仓库 今年的1月10号 京东国际宣布旗下的零售商超 Ottama在荷兰正式开业 Ottama采用仓电模式 是荷兰首家提供线上下单 线下取货的全品类零售商超 Ottama也是京东 首次在欧洲落地的独立零售品牌 接下来关注一下 LG新能源IPO创记录的消息 韩联社1月19号报道 LG新能源面向散户的首次公开募股 认购申请当天结束之后 累计认购额和认购人数 双双创下了韩国最高纪录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KB证券 新韩金融投资等 七家证券公司 认购总金额超过了114万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超过了6100亿元 这也将会成为韩国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IPO 各大券商受理的认购人数 超过了442万 同样创下了历史新高 公开募股申购之后 LG新能源将会在本月的27号 正式上市 LG新能源成立于2020年的12月 是由LG化学电池业务 拆分而成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客户包括 特斯拉 通用汽车 现代 和大众等知名车企 根据澎湃新闻的分析 LG新能源作为中国动力电池巨头 宁德时代最强劲的对手 上市后的估值 预计可能达到678亿美元 逐步逼近宁德时代市值 在韩国市场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发布的2021年10月 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中 LG新能源占动力电池 全球市场的24.8% 宁德时代市占率为30.1% 未居榜首 下面要和你聊聊年夜饭 为了能够更方便 更省事地准备一周年夜饭 预制菜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再加上就地过年政策的影响 不少的连锁餐饮品牌和零售商 都开始推出了自己的预制菜产品 想要在年关来抢夺一下市场 比如河马上线了他们的年菜系列预制菜 美团买菜旗下的自营品牌 也开辟出了预制菜的专区 那现在的预制菜和以前相比 有了哪些变化 国内预制菜市场的发展 还有哪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一条小小的早咖啡动态之后 和你一起来关注 嗨你好呀 我是孟一 在这里我们想在过年之前 和各位做一个小小的征集 这个征集其实是源于我们小伙伴们 突然想起的一些小时候家乡的声音 比如说小时候弄堂里 像歌曲一样的叫卖声 或者是外婆曾经唱过的一段戏剧 其实我们也试着在网上搜索过 这些家乡特有的声音 看看是否会有有心人 把这个声音记录留存下来 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踪迹 所以我们想如果这些带着 我们童年记忆的声音 最后就飘散在历史当中 那会挺可惜的 因为之后再也没有人会去听到 也没有人再去想起 所以我们就打算发起一个 家乡声音收集计划 邀请你这一次回家过春节的时候 去寻找那些很可能会被遗忘 或者最终会消失的那些 来自于你家乡的声音 它可能是一段戏曲唱腔 也可能是你家乡特有的乐器的声音 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的声音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这个活动的话 你是可以录下这段声音并且用邮件发给我们 给我们写邮件的时候呢 也别忘了用文字来告诉我们 这些声音背后的故事 以及它让你记忆深刻的原因 如果你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有什么声音的话 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可能这个话题也会成为春节期间 你和家人开启对话的一个引子 那更多的详细信息 也可以看看我们show notes 其中呢会包括这次征集的文字描述 以及接受征集的邮箱信息 甚至还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声音录制指南 有兴趣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点击看看了 好了 那我在这儿就不多介绍了 下面请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清解读 如今当你打开河马先生的应用 搜索预制菜 你就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菜品选择 比如售价119元一盒的佛跳墙 188一箱的香辣缩子蟹 还有199一盒的鲍鱼花椒鸡等等 那这些大菜 你只要简单的蒸煮一下 就能够端上餐桌了 根据了解 预制菜公司国联水产 也在近期宣布与河马先生合作 试图赶在年关来抢夺消费者端的预制菜市场 另外美团买菜旗下的自营品牌向大厨 也联合必吃榜 以及一些老字号餐饮品牌 开辟出了他们自己的预制菜专区 比如说不到30一份的梅菜扣肉 不到20一包的狮子头 也有包含七八个菜的全家福 年菜套餐礼盒等等 那除了河马和美团 各大餐饮企业 也在推出自己的预制菜产品 比如说西贝之前推出的功夫菜 海底捞推出的开饭了系列方便菜 云海瑶金鼎轩等等连锁餐饮品牌 也紧随其后上线了他们的半成品菜 另外双汇中阳三权正大等等食品巨头 也竞相进入了赛道 不仅如此 近期新中式预制菜品牌真卫小梅圆 近期也完成了毕加伦的融资 这一轮是由百度风头领头 顶翔资本和01创投跟头 在毕轮和毕加伦两轮融资之后 真卫小梅圆的融资累计金额已经过亿了 除此之外 瑞幸咖啡的前董事长陆正耀 也想在预制菜市场抢蛋糕 根据36克的报道 陆正耀创办的舌尖科技集团 正在孵化一个名字叫 舌尖工坊的预制菜新项目 目前舌尖工坊将会以加盟商的模式 来拓宽市场 有专家分析 临近春节叠加多地倡导就地过年 预制菜近期将会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 另外多家研究机构表示 预制菜的市场规模 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 爱媒咨询数据显示 2021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是 3459亿元 之后将会以20%左右的增长率逐年上升 那到底什么是预制菜呢 预制菜顾名思义 就是在中央厨房把菜品进行预加工 经过洗切调味烹饪等工序处理而成的成品 或者是半成品菜 那买来之后呢 只需要简单烹饪 或者是直接开封就可以食用了 其实预制菜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包装净菜 方便米饭 还有罐头食品等等 其实都可以看作是预制菜的初级形式 早在上世纪的20年代 美国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快速冷冻机 这种冷链加工的工艺延长了食品的保存期 也刺激了食品工业链不断升级 20世纪60年代起 各种类型的预制菜 在美国开始实现了商业化的经营 20世纪80年代 预制菜在加拿大 以及部分的欧洲国家也开始兴起 由于美国标准化餐饮企业数量比较多 预制菜在美国餐饮渠道发展成熟 所以也就诞生了全球超大型的食材配送供应链公司 Sysco Sysco在美国餐饮供应市场占有率高达16% 在全球90多个国家拥有330多家的分销机构 为超过60万家的客户提供食材供应服务 Sysco在2018年的业绩最高峰的时候 他们的年销售额超过了600亿美元 净利润达到16.7亿美元 目前市值超过了400亿美元 预制菜虽然起源于美国 但是真正的发展成熟却是在日本 日本由于人口密度高 超市和便利店随处可见 日本的消费者也很习惯在便利店购买日常饮食 甚至连一份普通的白米饭 都会很自然地在便利店里购买 所以日本市场对于预制菜 包括速冻的和冷藏保鲜的需求量都很大 日本预制菜在上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 到了2020年 日本预制菜的市场规模 达到了大约238.5亿美元 预制菜的渗透率 已经在日本达到了60%以上 比较大的预制菜公司 包括神户物产和日冷公司 其中日冷公司的市场份额 常年位列日本第一 市占率达到了20%至24%左右 聊完了美国和日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中国的预制菜市场的发展 由于中餐口味的多样性 以及冷链运输等方式 在过去并不发达 国内的预制菜最早能失从 上世纪90年代 伴随着像肯德基 麦当劳等等这些快餐店 进入中国市场而出现的 随着近些年来 冷链技术的快速发展 预制菜行业配送障碍 也逐渐地消除 国海证券的盐报指出 预制菜是国内近5年 食品加工行业当中 发展最快的紫行业之一 由于2014年外卖的抽现 外卖行业对于效率的追求 倒逼上游餐饮缩短制作时间 预制菜行业也进入到了 高速的增长阶段 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数据 国内目前有超过 74%的连锁餐饮品牌 自建有中央厨房 超过半数的餐饮品牌 研发预制菜的产品 在餐饮业整体面临着成本增长 利润萎缩的挑战之下 预制菜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弊端餐饮企业的成本压力 根据了解国内的 头部连锁餐饮企业当中 预制菜使用的比例都比较高 比如说真功夫 吉野家 西贝 小南国等等 这些连锁餐饮企业的 预制菜占比 高达80%以上 到了2020年 疫情又催生出 家庭端对于预制菜的消费需求 行业呈现了 由速冻米面等极少数的品类 拓展到多种菜品 预制菜也开始 由弊端延伸到了 C端消费者 由一线城市延伸到了 二三线 甚至是下线城市的 竖行发展的路径 2021年4月 预制菜第一股 魏芝香正式在 A股主板上市 公开资料显示 2021年前三季度 这家公司实现了 营收5.7亿元 净利润超过了1亿元 另外 另一家预制菜企业 鲜美来 也已经向证监会 递交了IPO招股书 正在冲刺水产品 预制菜第一股 国海证券的研报分析 B端降本提效 C端便捷美味 是预制菜行业 发展的驱动因素 2020年 国内新注册了 1.25万家的 预制菜相关企业 同比增长9% 规模达到了 2422亿元 根据界面的报道 目前国内 已经有7.2万家的 预制菜企业了 尽管近两年 中国预制菜市场 快速扩容 但是这个行业 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那么现在国内 预制菜行业 正在面临哪些挑战呢 挑战一 预制菜企业利润 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 比较大 预制菜成本当中 食材占比比较大 肉芹及水产等等 通常占产品成本的 90%以上 由于肉芹和水产的产量 容易受自然条件 等等不可抗力的影响 而且具有周期属性 所以这些原材料的价格 经常在区间之内震荡 但是 预制菜主要流向 终端消费者和餐饮企业 所以产品的零售价 通常不会随着 原材料的价格 而频繁的变动 短期内原材料成本的变动 将会影响行业的利润水平 挑战之二 冷链物流的配送能力 制约企业发展 困于区域难以突破 大型预制菜企业 主要销售渠道 仍然是以本地为主 由于预制菜使用场景 大多在餐厅厨房 或者是家庭 单个客户规模小 配送频率高 区域内的客户分散 而时效性要求高 对于产品配送 会提出很高的要求 要保证菜品色香味的 整齐化衣 部分预制菜的运输配送过程 需要全程冷链 由于受到供应链的约束 预制菜也比较难突破 地域的限制 大部分的商家辐射范围 在最后一公里 或者是三公里 先进的仓储物流体系 以及冷链运输技术 给预制菜企业 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 直接影响着 他们的业务辐射范围 挑战三 重口难调 中餐烹饪 对于口感和食材新鲜度 烹饪过程要求比较高 而口味清淡的菜品 对于食材的新鲜度的要求就更高 由于运输 储存过程当中的损耗 导致部分口味清淡的菜品 无法完美地呈现 所以行业当中 大多是以重口味预制菜为主 比方说 各地的年轻人 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小龙虾 酸菜鱼 椰子鸡 糖醋里 胡椒猪肚鸡等等 相比于西式快餐来说 中餐标准化 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每个菜系或每个做法下 都可以细分出无数个SKU 而下游需求 也是复杂多样且分散的 倒逼上游供应端 不断地丰富产品品类 但是仍然难以做到 满足下游所有的需求 而且中餐呢 有一个看不见 也摸不着的概念 那就是锅气 锅呢是铁锅的锅 气就是气味的气 很多人都会觉得 标准化后的菜品 再加热的口感 是无法与现炒相比的 这也就让人们对预制菜 有了一个刻板印象 再加上不同区域的消费者 在口味上也非常不同 就像每年都会爆发出的 甜咸豆腐脑 甜咸月饼之争一样 同一个省份的同一道菜 也会在不同区域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 所以一边是口感上的高标准 一边是地域上的差异化需求 这些都是预制菜 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那聊到这儿了 也想来问问你 你曾经购买过预制菜吗 你会将预制菜来作为你年夜饭的选择吗 如果说不会的话 你家的年夜饭餐桌 会有些什么样的特色菜呢 不妨在我们的评论区 一起来聊聊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我们在下周一一早 再见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在苹果Podcast 给我们五星或者好评 也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和微博 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了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